碧桂园兵败大马,财报泄露真相之字未提森林城市,作者张银银王健林的《大马城故事》被很多人惊奇乐道事情真相,杠杆游戏并不知道或许很多年后才揭晓如今碧桂园位于马来西亚挨着新加坡的森林城市也在遭受劫难。 尽管8月28日马来西亚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部长Zurida Kamradin表示马哈蒂尔关于森林城市,不得向外国人售卖房屋的言论,并未形成实际有效的政策法令,但森林城市受挫基本无一恰好,杠杆游戏多个城市的朋友都咨询,过我去新加坡买个五星级的家可否,我说那是马来西亚我不过, 不得不佩服森林城市广告之火,我到过的每个城市电梯里,商场里无处不在难怪各地朋友,在国内买了五星级的家还不够,还想去外头买关注,碧桂园有几年一期计的这家中国房产巨播的财报,关于森林城市项目的表述每年都有不同,这个有序的变化或许也很能展露碧桂园的心路历程。 今天,杠杆游戏就带各位感有,回顾一下碧桂园今年财报中其关于国际化,森林城市的表述轮回1-2015成功进军海外市场。 碧桂园2015年报,说截至2015年12月31日除广东省外,碧桂园已于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多个策略性挑选地区拥有物业开发项目。 自2011年12月,碧桂园也成功进军海外市场,目前在马来西亚及澳大利亚拥有物业开发项目。 接着碧桂园2015年报的主席报告说,年内积极实施海外拓展战略。 物球,再稳健前提,下位碧桂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碧桂园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城市开发运营项目森林城市历经近三年的筹备与投资,首批货量已于2015年年末推出并基本授庆。 森林城市市碧桂园与柔佛州政府合资开发的长远战略项目,预计总开发周期为20年已拥有规划部分面积,约为14平方公里永久产权,坐落于马来西亚伊斯干达特区。 与新加坡锦义乔之隔享受各类优惠政策,可被视为特区中的特区。 碧桂园豪气的说,已携手国内外知名合作伙伴,联合完成规划,正致力于把森林城市打造成未来城市榜样项目预测利润率水平,高于一般国内开发项目。 同时碧桂园将已销定产。 根据市场反映逐步推进,项目建设务求为本集团带来持续稳定的收益。 助力碧桂园长期发展。 赞助商链接 2015年碧桂园连同其合营公司,合联营公司共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约人民币1401.6亿元这一年碧桂园披露。 海外销售额约占2%杠杆游戏简单算也就是28亿元森林城市。 2015年开始卖了想必部分来自于该项目海外土地储备方面。 年报表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碧桂园已签约或已摘牌的国外不含碧桂园分林城市,可见建筑面积约为197万平方米。 按发展阶段,划分约62%再建34%已经预售鼠碧桂。 远古东的国外不含碧桂园分林城市,可见建筑面积约为157万平方米。 这些项目不算什么。 该森林城市登场了年报表示该项目是碧桂园与柔佛州政府合资开发的填海项目。 碧桂园股权占比60%合作方占40%,由多个人工岛组成。 碧桂园年报还披露截至2015年12月31日该公司拥有384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项。 目其中379个位于中国4个位于马来西亚,一个位于澳大利亚年报说,森林城市中国发布会,于2015年12月18日举办全球发布会,于2016年1月22日在新加坡举行。 全球开放盛典于2016年3月6日在马来西亚举行,即将大概一场22016无处不在,展现全球化的碧桂园,森林城市从14平方公里涨到20平方公里这一年。 碧桂园年报开篇就说,2016年碧桂园全球房屋合同销售超430亿美元,约3747万平方米雷全球房地产企业前三甲。 接着碧桂园说,为全世界建造又好又便宜的房子,碧桂园在全球已拥有超过700个,住宅、商业和城市建设项目服务,超过300万业主。 碧桂园说自己不仅在中国广受欢迎,还在毗邻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伊斯干达经济特区,规划建造面积2000公顷的森林城市是一座集商业、金融、旅游、文化、娱乐与一体的可持续发展之城,注意数字的变化且看杠杆。 游戏下文,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这一年碧桂园立下雄伟壮志为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不懈努力。 我们相信通过稳健经营,碧桂园将成为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之一。 以森林城市的开发和运营模式,未标准碧桂园还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了小区建设实践超400名博士,以加盟碧桂园成为未来领袖、管理培训商计划,通过财报杠杆游戏发现。 森林城市已经从2015年的14平方公里涨到20平方公里,2016年才报原文说,若要到达梦想的彼岸,我们应该站得更高想得更远,碧桂园在海外市场稳健布局,正逐步收获成果。 森林城市目前已拥有规划面积约为20平方公里,广售国际市场及客户欢迎重点来了,同时得益于已销定产的运营策略。 根据市场反映,滚动式的推进项目建设,已在其内实现现金流,回振自身资金可以支撑项目开发。 项目预测利润率水平远高于国内同期开发项目,未来交付之时将有利,的支撑集团利润水平,碧桂园,已在全球多个市场,证明了中国顶尖开发商的一流竞争力。 以后我们将继续保持稳健步伐,拓展海外市场海外土地储备方面,杠杆游戏注意到,截至2016年12月31日,碧桂园已签约或已摘牌国外不含碧桂园分林城市,得可见建筑面积约为204万平方米。 按发展阶段,划分约65%再建29%,已经预售鼠币,桂园股东的国外不含碧桂园分林城市,可见建筑面积约为163万平方米。 在典型项目介绍,中森林城市项目自然少不了,如下图红伟计划不过碧桂园继续在年报中,提到目前在数个海外国家开展项目。 由于国际经济及政治形势,纷繁复杂,在不同国家开展业务,会涉及一定的特有风险,例如经济和政治不稳定,外汇管制,主权债务危机,经营权监管等,本集团密切监控这些风险和环境的变化,尽早采取应对措施减少对业务的影响。 事情果然如此大干一场的2016年,碧桂园海外货值到底是多少,财报在建物业按地区分布,显示马来西亚,货值为97.92亿元。 当然不全是森林城市,但主要是如下图。 而相关披露显示,2016全年森林城市销售金额高达180亿元无比荣耀三赞助商链接,2017继续全球化,但已经不提森林城市规划面积。 此前,杠杆游戏曾写过2017年碧桂园房屋合同销售金额,约人民币5508亿元,约合847亿美元合同销售建筑面积,约6066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排名世界第一2017财报。 还说碧桂园为全世界建造又好又便宜的房子,全球已拥有超过1000个住宅、商业和城市建设项目服务,超过300万业主接者。 碧桂园继续介绍森林城市,但已经不再说具体规划面积只说是一座集商业、金融、旅游、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可持续发展之城开创了绿色、生态、智慧城市建设的先河。 为人类未来城市树立了榜样,对了,还有来自全球知名高校的上千名博士,已加盟碧桂园成为未来领袖管理培训生计。 化而在业务盖揽方面年报,已经完全不见具体的海外项目介绍,只有这么一句话截至。 2017年12月31日碧桂园,拥有1468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项目,其中1456个位于中国大陆12个位于中国大陆以外,如上图尽管如此。 年报显示碧桂园,2017年在建物业案地区分布显示,马来西亚在建货值122亿元。 2016年,为97.92亿元,次2018财政年度中期业绩演示,之自未提森林城市8月21日发布的碧桂园。 2018年财政年度中期业绩演示介绍了截至2018年6月30日碧桂园,已签约或已摘台的中国,大陆项目总数为1991个分布,于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得261个地级市总计覆盖1,051个区县之自未提森林城市项目,旨在项目覆盖图左下角小字标注中国,大陆外的项目共12个房地产之外。 大潭的是长租公寓,科技小镇,机器人16.58%到0.42%,整股报告披露截至6月30日碧桂园中国,大陆外的项目土地储备约为325万平方米不含森林城市。